今天给大家说的是一部韩国萝莉的炫酷动作片《魔女》 老金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农场 一天老金在干活时救下了一个昏迷的女孩 还找来医生为其诊治 医生表示她的头部似乎曾受过伤 可能失忆了 老金的妻子坐在床边 正在为如何帮她找到家人发愁 女孩迷迷糊糊之中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这让老金的妻子产生了一种恋爱之嫌 最后女孩被老金夫妇收养了 取名为慈云 镜头一转十年后 慈云已经长大 养父养母对她很好 街坊邻居也比较友善 慈云还拥有自己的好闺蜜 生活平静而美好 长大后 慈云也成了一个开朗善良的女孩 但还是有些烦恼 养父的身体不好 慈云总是抢着为养父分担农货 而养母则患上了老年痴呆 不过还是被慈云哄得卡卡心心的 一天 慈云发现了自己不知患上什么疾病 总是间歇性头疼 为了不让养父养母担心 慈云偷偷隐瞒了此事 最近市场的行情不好 老金家的情况也不乐观 这天 慈云和闺蜜在乘坐公交车 闺蜜知道慈云家里的情况 提议她去参加一档选秀节目 因为慈云不仅歌唱得好 画画也强 而且还很聪明 选秀节目冠军的奖金 也是十分的可观 如果参加节目 慈云有极大的可能拿到奖金 这样可以减轻养父的负担 于是慈云报名参加了 果不其然 多才多艺的慈云 顺利通过了出事 晚上 一家人还在客厅里 观看了慈云的出事表演 里面有一段很特殊的魔术表演 这让慈云小火了一把 一二天 慈云和闺蜜坐火车 去电视台参加复试 路上遇到一个奇怪的小哥哥 听着小哥哥对慈云说话的口气 仿佛两人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但慈云却不认识她 表示她是认错了人 可小哥哥却不相信 认为慈云是在假装 还做出要打慈云的样子 还好 她只是在试探自己 并没有真的打过来 旁边的闺蜜非常机智 慌乱中大声呼喊 才结束了这个局面 小哥哥只得离开 最后 还将满身的怒火 撒在了过道里 撞到她的一位大叔身上 很快慈云和闺蜜赶到电视台 舞台上 慈云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 殊不知 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 黑心哥和黑心姐 正在看慈云的表演 似乎还在计划着什么 录完节目之后 慈云和闺蜜刚刚走在大厅 慈云的头疼又放了 于是 慈云赶紧躲在了洗手间里 一个人默默承受着病痛 原来之前 慈云就已经独自去找过医生了 医生告诉她 这种病只有找到合适的骨髓 进行移植才能根治 慈云并未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还好 不一会儿头疼症就消失了 随后 慈云和闺蜜在门口等车 不想 却遭到一群西装男的阻拦 这些人凶神扼杀 想要强行将慈云带走 还好 闺蜜又急致了一次 趁乱将慈云拉走 刚好 此时 计程车也过来了 可奇怪的是 没有堵到人的西装男 却一脸淡定 仿佛胜却在握一般 这又是什么情况 两人好不容易逃回了小镇 在路边等公交车时 闺蜜去了洗手间 这时 一辆车停在了慈云面前 原来是火车上的那个小哥哥 慈云不想离婚 但小哥哥表面上是在和慈云拉家长 实际却拒拒暗藏杀机 你可得快点回家啊 二老的年纪很大了吧 慈云一听 一刻也不敢多待 吓白了脸 一路往家狂奔 还嘱咐闺蜜 给他的警察爸爸打电话 让他帮忙去自己家看看 很快 慈云就坐着出租车赶到了家 在家门口看到了警车 但上面却空无一人 这时慈云还发现家里没有亮灯 慈云吓得紧张不已 往家里奔跑 进屋一看 还好警察和养父正在下棋 没有开灯 只是因为刚好停电了 但警察在临走时 提醒慈云 之前有一帮陌生人出现在这里 估计不是什么好人 让他提防一点 随时打电话报警 另一边 黑心哥和黑心姐谈论着慈云 黑心哥表示要结果了他 可黑心姐却不同意 表示可以控制他的力量 为自己所用 看来两人的意见不一致 很快 黑心哥就打电话 安排刺杀任务 晚上慈云的头疼病又发作了 突然一群陌生人闯进了他的家 还进入了养父养母的房间 慈云听到异响 立刻上前查看 可刚打开了门 慈云就被人用枪顶住了 闺蜜也被抓 之前拦过他们路的西装男出现了 慈云表示自己不认识他 可西装男却表示并没认错 就当西装男准备对闺蜜下狠手时 慈云夺过旁边人的枪 瞬间截过了对面的几个人 随后就是楼下的人 很快 西装男也领了和饭 建立这一切 慈云仿佛像是做梦一般 惊恐地丢掉了手中的枪 闺蜜也吓呆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慈云吗 这时小哥哥出现 表示只要慈云乖乖跟他走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会没事的 还露出额头上的伤 表示这就是慈云的杰作 可慈云却什么都想不起了 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慈云还是决定跟小哥哥离开 临走时还拜托闺蜜 让他帮忙照顾自己的养父养母 自己几天后就回来 很快 几人就来到一处秘密的实验基地 慈云还被带进了一间实验室 随后他还被绑到了一把椅子上 只留下一个人 其他人离开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原来是监控室这边的黑心姐 随后在黑心姐的示意下 首尾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有两支药剂 首尾还将一针药剂 注射进了慈云的体内 原来十年前 慈云和其他人被迫接受了 黑心姐的基因实验改造 目的是为了开发他们体内的超能力 慈云是所有改造人里最成功的那一个 战斗力那是十分的厉害 还拥有金刚狼一样的自愈力 但后来黑心姐害怕了 决定要解决这些改造人 慈云则逃了出去 这时慈云的头疼病又发作了 黑心姐解释说 改造人如果不定期注射他们的药物 那么大脑迟早会爆掉 可没想到慈云竟然可以坚持十年之久 为了让慈云沉浮于自己 黑心姐送上了一瓶药剂 没想慈云却冷冷地说了句 好久不见了 这时黑心姐才发现上当了 另一边小哥哥带着一帮手下赶来 现在的慈云拥有了强大的超能力 瞬间就挣脱束缚 截过了房间里的看守 随后拿着枪面对面对着黑心姐 但防弹玻璃还真够结实 黑心姐虚惊一场 下令释放毒气 很快房间就被烟雾弥漫 慈云早已不见踪影 下一秒天花板就掉落了下来 黑心姐立感不妙 没想慈云竟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终于说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取满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计划好的 当年从新闻上得知老金的儿子 发生了交通以外 而她就去了那个农场 刚好遇见了老金 在这里慈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此后她不停地寻找黑心姐 却没有找到 后来闺蜜提到了选秀节目 慈云这才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样才能更快地找到黑心姐 才有机会活下去 黑心姐听了十分的郁闷 自己竟然被个小丫头给算计了 另一边 黑心哥为完成上级的命令 带人过来决定团灭了黑心姐 小哥哥留下的一帮小弟 不想却都不是对手 很快正在逼问黑心姐要记位置的慈云 被小哥哥发现 于是两人经过一番打斗之后 明显小哥哥不是慈云的对手 这时黑心哥过了 直接接过了黑心姐 但却没有发现慈云的身影 突然黑心哥就被身手敏捷的慈云接过了 最后 慈云带走了实验室里的所有缓解药剂 临走时引爆了这个黑心实验室 下一幕医院里 老金告诉慈云 当年她刚刚来到家里 因为她的超能力 农场里损失了不少的牛羊 但夫妻俩觉得 他们可以感化慈云 她一定可以变成好孩子的 为了不连累老金夫妇以及闺蜜 慈云离开了这里 不久 慈云找到了黑心姐的妹妹 据说只有她才可以根治慈云的病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结尾有点莫名其妙的 是还要拍戏剧的意思吗